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W Science School Online Web Tutorial 裡面來看一下 這個是對標準的官方的網站 從裡面 大家在跟我面談質詢的時候 就給大家一個叫Norm OOB 菜鳥教長 他是仿道這個人做的 但是有好處 他是不習慣看英文的 你可以還看到中文就可以看一看 但是真正的標準就是從這邊來 那這地方你要翻譯你就翻譯 他就會將你的這些頁面 翻譯成了正常中文式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HTML裡面 就從第一個 HTML裡面開始 調整 這個就是稍微把它 從基本觀念 給大家招移過來 這個網站的好處就是說 他線上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個我們看一下 今天WM Type HTML 這個就是答案 HTML5的格式 HTML開始 HTML結束 Head開始 Head開始 Body Head 這個就是頭部 這個就是身體部 所以跟我們一個人的長相 非常類似 但是我們如果要這樣去做 你就直接在這邊看 但是我們希望各位實路上的演練 我們要從什麼 君威團開始 大家從君威團開始 那君威團呢 就帶給各位 就是把這些東西呢 怎麼去做 那我們就開始 大家從君威團開始 那君威團呢 就是要建議網站 新增網站 好 網站呢 我們這個呢 就當成我們的測試網站 好 打一個英文字 TEST 後面呢 會馬上去 好 我們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真正的網站伺服器 網站伺服器在哪裡 早上有講 早上有講 早上有講啊 放哪裡 電腦裡面 西 西蝶 西蝶 裡面的IMET POP 裡面的三個W 都在裡面 好 就在這裡 點進去 它就把路徑給帶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網站的路徑 好 好 你來看一下我的組織 我現在做的什麼 我剛剛做的什麼 只有看到這個 那你要是直接呢 是在你的網站呢 你現在呢就可以說 我的網站就定義在我綠色的網站 這個是西朝3類的BOB三個打鈕 裡面呢就有原始就放的兩個網頁 那你要展開呢 就展開 這個呢 我們什麼都沒有做 我們做什麼 都沒有做那個事情啊 你看西朝就把資料帶出來 這是已經有的 這是已經有的 Future 現在這樣 那 各位看一下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在我們三個裡面 是哪一個 指引式 這個呢 即時 這邊呢 今天呢 有什麼設計 這是設計模式 設計模式 就是所看你所得 你看到什麼東西 算個亂七的什麼東西 這個呢就是你的網頁 但是它的網頁呢 它還是呢 是HTML 因為要適可適 但沒關係 它是以前做的 但是至少還是給我可 好 先做到這個環境 看到這個網頁 看到這個網頁卡的字 就點了它 然後右鍵 把裡面呢 有新生檔案 還有新生這兩個 這兩個有什麼啊 好 資料夾跟檔案 不一樣 好 那夾子就是一個 這個網頁 就是資料夾 裡面呢 是一個儲存的 就是檔案 檔案呢 就有阻擋 一個阻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是新生檔案 新生檔案 這邊呢 這邊呢 就出現一個航胎種 好 好 好 然後刪除掉 點一點到它 按Delete鍵 鍵盤上 然後呢 就跳出這個東西來 如果要三種檔案 就按四 好 你要新增 那如果說你要 新增 有好多種方法 這剛剛是最簡單 這邊也可以新增 檔案 開新檔案 這邊就不一樣了 這邊跳出來呢 你這邊呢 就有三個選項 這邊有幾個選項 這邊選項 就過差一點 但是也沒有關係 有幾個選項 是新增 五文金 第二個選擇 HTML 第三個 我們什麼架構 先暫時都會用 五 然後 金 一樣 出現是一個好檔案 但是它沒有放到網站 你還要去多做一個動作 它才要存進來 你要說檔案 我去密存新檔 存到我們的網站地方 那書簡好開頭 那你要密一個B 那你要給它原則 好 假設我要用TEST 我覺得這樣太麻煩 所以我直接在這邊 網站 新增檔案 直接就告訴你 哪個TEST 我們呢 只要先新增一個TEST 這邊比較簡單 你要從這邊做也可以 就做內心解釋 每一個都要清楚 再次安一檔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呢 把它快點檔案打開 好 就網站就說 來網站 你們什麼沒打這個呢 為什麼會有 我們細胞內建的就不會有 好 來 這個呢 開始 點個許記憶要沒有 然後呢 見你講 請 請 準備好 謝謝 請 都是依據這邊的所有的規範 所以現在網路上是支援一大點 我們就要善用 把這些東西用完以後 拿到我們的軍威果來練身手 練習我們這些操作的能力 這樣子就是把東西很快地 轉換成也是其他東西 來 換邊就先過來 第一個是主題就是 朱光介紹率 介紹HTMLS 協憲HTMLS 這個英文叫標籤 英文叫TAC 標籤 而且這個在最外圈的 裡面的內圈有HAT 頭部有身體 裡面還有中心 就跟我們黑板上畫的 外圈是HTMLS 內圈有同步 頭部有同步開始 到那個語板的同步 裡面的功能就結束了 大體一樣有個斜線大體 最後斜線HTMLS 是整個語板同步中結束 就是有開始有開始有結束 裡面都是用小魚來呈現 小魚大魚 通通都是用小魚大魚來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這些製造 這樣就可以開始來練習了 我們這邊就看這個簡介了 裡面就講這些是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是代表操文本标記源 在網絡建構的區塊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告訴我們有預防 那時候我們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基本 我們什麼都不打 我們這個裡面是設計模式 你看不到東西 但是有預防基本的作用之外 那你現在這邊打任何東西呢 它通通都會打到八點裡面去 那頭部是什麼 頭部就是描述網頁這個東西的 裡面的一些說明跟文件 比如說這個地方Captic Set 它的文字是用UGF8的格式 用Meta來形容 那主要的國內內容的 中途呢 來把你的立法來形成 所以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喔 我這邊就連這邊也 可以去到同樣的地方 我們把它的確定掉 又回到原始狀態 然後呢 我們去看我們的預防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還沒有教那麼多 但是我們稍微去了解 看一下這個裡面 好 第一個呢 預防是什麼 這個呢 這個呢 Document Type HTML 大小寫都一樣 大小寫 但是在Linux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HTML 大小寫就一樣 今天好 Document Type HTML 這個是什麼 聲明 定義這個文件 是HTML5的格式 我們現在就是用5 然後呢 這個呢 HTML就開始了 這是說明 這是一個呢 網頁 頁面的 根元素 一開始的元素 那由它呢 就要結束 有它就要結束 那這個呢 結束呢 你不能亂 2 3 5